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梓敬 今天是2022年1月27日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幾件事 首先 最近有人指控港台 說港台有一個禁播名單 所謂那些黃歌手的歌曲不能上榜 究竟這個禁播名單有些甚麼人呢? 有關的指控又是否真的呢? 另外 昨天中聯辦駱惠寧主任進行新春致詞 究竟他講了些甚麼呢? 我們的管治團隊又應該如何好好借減呢? 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在右下角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把這段影片廣傳出去 讓更多的市民可以了解一下 西方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港台過去很多年一直亂象頻生 好像縱容利君雅在記者會 質問指控特首林鄭月娥和抹黑警方 又被港台記者借罐頭都事件抹黑特區政府的抗疫措施 編導蔡玉玲之後採訪所謂721暴動時 還惹了官非 被控兩行作出虛假陳述罪罪成 不過 廣播處處長李百全 在去年3月初上任後就立即做事 將港台撥亂反正 很快將利君雅、歐家倫、曾志豪這些黑記者 黃主持掃出港台 不讓他們一邊拿著公帑一邊抹黑政府 香港電台又極黃變回正常 我們正常人當然開心 但亦因為這樣 最近香港電台就開始被抹黑了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呢? 其實去年7月開始 就已經有人指控港台 說他很少播放MIRROR的歌 而當時港台亦否認抵制MIRROR 說他們一直支持不同的歌手 不過有關的指控 最近就更加變本加厲 前天有一個叫追蹤黨媒的Facebook Page 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 就說港台電台部的高層 口頭和一群DJ傳遞了一個十大歌手禁播名單 當中包括了一群黃歌手 例如黃耀明 何韻詩 Rubberband See All Star 達明一派 Dear Jane 方浩文 Sarini 謝安琪 和許廷鏗 除了宣傳 和TVB將會在4月合辦的 香港金曲頒獎典禮 2021-2022的入圍歌曲之外 就說這群歌手的新舊歌曲 一律在港台中是禁播的 然後根據一些媒體就說 有一個港台DJ 匿名跟他們說 說今年收到有關禁播名單的通知 對這個做法很無奈 就說對做節目一定有影響 因為有一些當紅歌手的歌曲 屬於經典歌 而且與政治無關 適合節目內容 但現在就不可以播 而根據這個報導 有港台裏另一個人就說 洛金波領的人是港台某高層 說他權力極大 是音統會 即是康民處下的 音樂事務委員會的成員 所有入港台Library的歌曲 都要得到他批准 所以DJ選播的歌曲 都要經過篩選 接著他還說 現在節目邀請嘉賓 一樣要經過這位高層去審核 有些節目交了嘉賓名單 半個月都不批 說港台有不少DJ 因為這樣 不開心 面對這些指控 港台也很厲害 立即回應媒體 重新港台一直支持 本地的中文流行音樂發展 節目主持都是以專業角度 選擇配合節目的歌曲來播放 至於網傳 十大禁播名單的 樂隊Rubber Band 他們說有關的消息 只是網傳 所以沒有特別回應 只是說會繼續專心做自己的音樂 至於另一個在名單上的人士 何韻詩 他就串嘴得多 跟著他就說 上這個名單 是他的榮幸 對於追蹤黨媒Facebook Page 對港台的指控 紫敬覺得真是得淡笑 事關翻查紀錄 這個名單裏有五個單位 去年也曾打入中文歌曲龍虎榜 包括謝安琪的《離不開》 Sea All Star的《集合霸》 《地球保衛隊》 《留下來的人》 Rubber Band的Charles Serrini的《我在留浮山》 《滴眼水.jpg》 Dear Jane的《聖馬力樂之心》 和《人類不移非行》 而謝安琪亦有《離不開》這首歌上榜 所以謠言真是不攻自破 至於你說黃耀明、何韻詩這些 他們都勾了 所以真是不提也罷 其實紫敬覺得一些歌手的歌 是不是可以獲獎 或者上榜等等 全部都是要看他們自己本身的歌曲質素 如果自己本身的歌曲不行 跟著就說別人政治打壓 這些就是很有字的行為 在說你呀何韻詩 而傳播這些謠言的人 就更是立心不良 紫敬說 與其說別人打壓你 不如不要說那麼多政治 專心做好你的音樂 那麼可能還有機會獲獎呢 說完香港電台 想說說中聯辦駱惠寧主任昨天的新春致詞 農曆年就快到了 過去每一年這個時候 中聯辦都會在會展搞新春酒會 當中會由中聯辦主任發表新春致詞 但是由於疫情的關係 由去年開始已經沒有搞新春酒會 就轉為駱惠寧主任在網上發表致詞 而今年也不例外 昨天下午5點 駱惠寧主任準時在網上發表新春致詞 究竟今年 他又說了些甚麼呢 駱惠主任昨天以三條怎樣看問題呢 解釋他對一國兩制 香港發展前景 和香港實現梁政善治的看法 他說香港回歸以來走過的歷程 令人對一國兩制充滿歷史自信 亦對香港未來充滿發展希望 關鍵是要有堅定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歷史自覺 有人問 對香港的一國兩制怎麽看 我要說 香港回歸以來走過的非凡歷程 足以讓我們對一國兩制充滿歷史自信 駱惠主任提到 隨著國安法的深入實施 選舉制度的修改完善 外國者治港原則得到落實 香港現在氣象一身 駱惠主任更加異政辭言 一個由亂到治開啟新局的香港 告訴我們 一切反中亂港勢力 妄想搞亂香港我們這家的圖謀 永遠都不會得逞 他說香港一國兩制的實踐 已經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 在新時代 新征途上 北京中央更重視香港的特殊優勢 和獨特作用 一系列戰略規劃中 都有香港的角色 香港融入中國國家發展大國的界面 在不斷增大 但駱惠主任也提醒我們 如果香港可以因為這樣 而以為可以躺贏而鬆懈 或者遇到難題而擾導 就會失去奮鬥激情 和變革勇氣 呼籲特區的管治團隊 積極作為 希望做到良正善治 社會國界也要共同努力 最後駱惠主任也很關心香港疫情 說香港現在最重要是 同心曠疫共黑時間 對於駱主任新春致辭的安排 紫敬真的覺得做得很好 因為整段講詞 精簡易明 不是太長 顯出功架 而內容紫敬更加覺得很認同 事實上在反修例暴動後 中央幫我們落實了 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 做了這麼大的改變 無非就是想我們香港可以重新出發 發展真的是重新起飛 所以我們在這個時候 更加要把握 現在立法會沒有攬炒派的局面 政府要推動多些政策 讓我們立法會盡快通過 以前香港發展不好 那你就說可以賴拉布 賴有人搞事 現在我們立法會 已經全力配合政府的施政 如果現在政府還是搞不定 這樣就真是沒得好說 其中駱主任提到 如果香港以為可以躺贏而鬆懈 或者遇到難題就擾怒 就會失去奮鬥和激情 和變革的勇氣這句話 就更加說得好 指經覺得有部份政府官員 就好像經常遇到難題就立即擾怒 好像昨天這樣 指經在立法會問發展局 兩個月前 連理論文明說 研究大嶼山藍用來重製 葵涌的貨櫃碼頭 騰出土地用來起樓的進度 搞成怎樣 那些後勤土地是否可以立即使用 有關的官員竟然有花園 說在研究中 叫我們不要擔心 你說研究已經是兩個月前的事 現在甚麼都交不到出來 跟我們交代 如果在內地的話 根本就不可以接受 現在沒有了攬炒派 其實就是我們追落後的時候 你看看人家新加坡 深圳上海發展得多快 如果繼續想著可以躺贏 或者遇到難題就擾到的話 香港真是死得 而且駱主任特別提到的防疫工作 香港亦都做得 一般的 我知道前線工作人員 已經做得很辛苦 這個我們高度讚賞 但他們就真是被政府政策漏洞 玩死 好像豁免機組人員的隔離安排 政府經常想著航空貨運業 就不想著通關 經常想著擁住國泰 甚至最近有聲音 那些文章開始說 要跟病毒共存 這些 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遇到難題 就擾到 今天就跟大家說了那麼多 在完結前 希望大家可以在右下方 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讚好 以及把這段影片廣傳出去 讓更多的市民 可以了解一下 西方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下次見 拜拜 來吧 小姐姐 最近都不敢說 說實際上 有些人 立正的 說實際上 說實際上 太大事了 不敢說 開不敢說 說實際上 不敢說實際上 不敢說實際上